看这把武器老板这把武器要多少钱 150属性啥都不报就二十多万了 小三十 578除以三加加520 再加上一个16端133.33 已经845了 再有一个34D 能熔练到37 再加三点熔练乘以个0.57 按照仙族算 就是仙族武器最贵 再加上21.09 这把武器是867 你没啥感觉 觉得867很低 867它是纯伤 另外它是仙族 人族的话应该过8007 另外150的造型扇子是能转换成 扇子可以转成弓箭 枪和扇 先用龙太子 带扇子 然后再用这个号转成 这个神天兵以后就变成枪了 大于30以上 大于25 有一个81万16段宝石 咱们的再用37 乘以0点 再减去21.09 咱们这把武器跟这把武器一样 它的是力咱们的 它的是敏 咱们的是力 它的去掉宝石钱呢 去掉16段的宝石钱的话 大概是75 力和敏哪个好 一定是力好 那我看了一下 那只能 看了一下藏宝阁 还是维持原来的股价 65到80 因为是年内的 年外的应该还稍微准确率能高点 老板专用还要吗 扇子 点一个玩吧 四点成就 唯我所用 激动人心 物理系的追求 难道有梦想 梦想是三点成就啊 最后一个成就是啥呀 有梦想吗 有梦想吗 梦想不是1点 我记得 我操物理系的梦想来了 一把扇子 四个成就 也就代表着武器的伤害 大于了546 限定完无级别 上来展示的老板 先弹四个成就 包含了物理系的梦想 我去 极限伤害546 到了13点 敏魔双加 这把武器要带个简易 法系可以用了 啊 130不是不级别就没用 不是简易就没用